别一头痛就吃止痛药 这七种药专门解决各种头痛问题 一朝可制胜 大家好,我是屈医生 你还只是一头痛就吃止痛药 别再吃了,时间久了产生抗体 不仅止不住头痛,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副作用 在中医上,其实头痛也是分正型的 今天我就来教大家八种头痛的常见正型 并分享七种止痛的中程药 别再吃止痛药了 第一种,风寒头痛 不仅头痛还会出现背痛、背酸、怕冷等症状 特别是见了凉风之后,头就疼得受不了 这种情况都是因为风寒侵袭 上饭至翘导致的 可以参考一个川雄茶条伞来疏风止痛 第二种是风热头痛 这种头痛是胀痛 疼起来头像裂开一样 可能会伴有发热的症状 口渴喝水不解渴,变发红 眼睛红血丝多 再看看舌尖红舌苔薄黄 这是因为风热侵袭 上壤轻翘导致的 可以参考 菊花茶条伞来清头明目解表退热 第三种风湿头痛 这种头痛痛起来像是被几层湿布裹起来的疼痛 肢体困重无力 胸口发闷 大便 吸躺等等 舌苔比较百腻 这是因为风湿之邪清洗 上蒙头翘导致的 可以参考小火锣丸来 驱风散寒 话痰出湿 不学止痛 第四种 肝痒头痛多为头昏头两侧胀痛 心烦气躁 失眠多梦 口干口苦 胸斜胀痛等等 舌苔红 舌苔黄 这都是因为肝尸挑打 气于化火 扰乱头翘导致的 那此时我们就需要 平肝熄火 清热安神了 可以参考 添麻沟腾颗粒 第五种 是血须头痛 是隐隐 做痛的感觉不是很痛 但是 痛起来没完没了 还会有种想晕倒的感觉 浑身无力 面色苍白 心慌心静 失眠等等 再看看舌头 淡白无血色 这多是因为 血须不能乳养 我们的头目导致的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 补血 可以参考 肆无合计 第六种 是肾虚头痛 这种头痛 疼起来 常常伴有耳鸣 像脑子里 住着一只蝉一样 一直鸣叫 并且浑身没劲 腰疼 腿软 这都是因为 肾经亏虚 不能乳养随海 脑壳失去乳养导致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 补肾填经 阴阳双母了 可以参考 强肾片 第七种 是气虚头痛 这种头痛 也是隐隐 做痛那种 但是 时发时止 劳累的时候会加重头痛 胃口也不好 食欲不振 气短 不爱说话 等 这多是因为 脾虚 胃中 气不足 清阳不生 脑失所养导致的 那我们就需要 贱脾义气 生轻了 可以参考一个 义气聪明丸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不是 请线下就医 喜欢的朋友 请长按点赞3秒 关注、转发、收藏 我是中医区男